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我是包伯 我是維恩 今天要帶大家做小江戶的巡迴巴士 然後在穿越地區一日遊 好,那我們來要穿越兩種方式 一種是打東武東上的線 然後另外一大JR的線 然後大家記得出車站之後 往左走就可以去找巴士站啦 那如果我們到了穿越站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走 或是語言不同的時候怎麼辦 那我們請JR的王先生幫我們解釋一下 大家從這個站就是檢票口出來以後 馬上就有一個觀光案內索 然後關於巴士和穿越觀光的問題 都可以在這裡諮詢 就大家剛剛走到這個地方啊 然後記得往這邊看 然後看這邊2 2的部分有個小江戶巡迴 就是我們要搭的巴士 沒錯,然後我們就走樓梯下去就可以啦 GO 就是2號這邊啊 欸,看起來我們的車子也來了 今天要搭乘的巡迴巴士啊 它是電動的巴士哦 那這隻熊的用意就是 進來的時候要記得讓我們戴口罩 那這隻熊會依照不同的季節 穿著不同的樣子 那因為現在是新年的時候 所以他就穿新年的裝扮哦 看到這個內部裝潢就覺得這個 復古的巴士,好可愛 我們今天搭乘的這個巴士啊 使用一日的乘車券 然後大人的話是500塊 小朋友的話是250塊 來上車的時候 只要秀給司機看就可以 那另外呢 這個券啊 在不同的指定的商店啊 也可以拿出來折底 所以一張券啊 價值是超過500元哦 我們剛剛這樣坐巴士超輕鬆一下就到了 對啊,我們一般來說 其實走路的話可能要花20幾分鐘 那我們這樣搭巴士一下下就到了 真爽 那我們下車之後的第一站呢 就要來帶大家看這邊最指標性的 穿越的地標石之中 那這個寺廟呢 就祈求眼睛的健康 大家可以看這邊的繪麻寫的那個 就眼睛的意思 這個也真的是蠻可愛的 這邊有一些什麼 綠內障啊 然後希望視力1.0 我是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 祈求的內容 我的眼睛不太好 所以我想要拜一下 希望我的眼睛健康哦 穿越小江戶的老街這邊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很多的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會來這邊換上和服啊 各種特色的服裝 那像我們現在身後這一家就是一個和服店 好啦來穿越就是要穿和服啦 那我們今天邀請我們的好朋友Christine 哈囉大家好我是Christine 那我們第一站這是哪裡呢 這是前20大必訪的星巴克 哇在這邊拍和服應該超漂亮的 古色古香 嗯 好那我們下一站呢 要帶大家來參觀一下穿越的祭典會館 嗯 爸爸覺得這裡好漂亮 好 好有歷史氣氛 嗯 這裡是什麼樣的地方 這地方叫會所 那就是以前 呃 這邊有29個小鎮 那這小鎮的人會 每個地方他就有一個會所 那這個地方就是零神 然後大家會在那邊祭拜 然後祈求祈禮的平安 好像是一個人跟人跟人 跟神會相聚的地方這樣嗎 是啊是啊 嗯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是果汁屋橫丁 那就帶大家在那邊走走逛逛囉 那這種傳統的果汁屋啊 我們就可以看到裡面的人 正在製作果子的樣子耶 好懷舊 我們現在要吃就是現場在裡面做的 嗯 好香喔 嗯 它不會死錢我覺得 對 而且我覺得有一種蠻香的味道 就是很精緻的香味 嗯 這邊糖果種類非常多 而且都是那種懷舊的風格 那這些店來是剛剛我們就是 達成穿越巴士的合約店 然後超過一千塊的話 會送一些小禮品 我們現在要來開箱這家 我們今天吃的大骨鰻魚飯 我們今天吃的套餐是這個啦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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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超好吃的 好那我們巴士一日間剛剛提到的優惠啊 在這家店試用的是 它會贈送一杯Soft Drink 然後是這個區域除了和紅茶之外 可以看到它的價格都超超實惠 因為那個巴士的票也才五百塊而已 然後除此之外 酒精飲料的話 就是小杯的啤酒也是可以的喔 好啦我們就從Agrish穿越站下車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採草莓囉 好啦我們這次來到Segino草莓 原來採草莓啦 耶 因為如果這張很厲害的萬能coupon 可以做很多事情 在這邊可以做什麼 可以打10%off 所以原本2400塊 可以剪掉240塊 好啦我們現在來到草莓園了 這裡的特色就是呢 不用彎腰也可以採草莓 非常的輕鬆喔 所以像我今天穿這樣 不是很樂於行動的衣服 也可以輕鬆的採到草莓 好那我們這邊有五種草莓 讓我們挑選 我們來採草莓吧 這顆好像很不錯 他剛剛說要找又大 然後到地頭為止 都要是紅紅的草莓 這顆好像不錯 我們來摘它 摘摘 成功 喔 美感十足 耶 哇 這顆也是又大又紅 感覺又好吃 又大 哇 我們才進來的大概三五分鐘 我們的戰利品就是這樣子 哇 自己boomerang 真的 滿滿紅通通的 非常的好摘 看起來都超好吃的 看起來好嬌豫滴喔 可以坐下來享用他們的 對 香 海 包伯就來吃吃看這個 巨無霸 包伯一口吃啊 嗯 好甜 好好吃 酸 也太甜了吧 Juicy喔 而且好香喔 有一股很香的果香味 對 你剛剛的臉是真的耶 真的這麼好吃 對 而且自己摘的就覺得 又更好吃 嗯 好水喔 那好大顆喔 很好吃 原來你們都沒有做效果 真的很好吃 超好吃的 好甜又好香喔 嚇死了 吃起來根本就不像草 嗯 我們現在來到哪裡 我們現在要求姻緣 非常靈驗的 穿越冰川神社 姻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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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神社 還有日本最大的木造鳥區呢 我發現一個很特別的東西耶 這個是 把你的晦氣 吹到小人身上 然後把那小人放水流 他就把你的晦氣帶走 我要去吹掉我的晦氣 先投個錢 然後拿一張 幫你帶走晦氣的小指人 然後呢 第一個你要 吹三次氣 然後呢 要摸他的身體 然後把你的晦氣移到他的身上 好 然後我就要把他流到小溪裡去了 這裡是很多會馬的地方 後面就是會馬街 如果是你現在要幹嘛 我想要來釣這邊最特別的 鯛魚 Omic G 先來投300塊的料金 哪一隻釣竿 喜歡玩自己的釣竿 好喔 好來看一看 會釣到哪一隻魚 真奇怪 好像有 不是很簡單 對 它要這樣 它要有磁鐵是不是 沒有好像要釣那個紅線 喔OK 等一下我看一下 欸來了 喔喔喔喔喔 讚讚讚讚讚 釣到了白色章魚燒 章魚燒咧 欸 鯛魚燒 其實它很奇妙 因為它不是你要釣什麼色就可以釣什麼色 你刮過去然後什麼色上鉤就是什麼 就是它了 喔 裡面有一個牽紋 莫吉耶 莫吉 嗯嗯 雖然是莫吉 可是它在跟我說 你啊你要記得有勇氣 然後踏出第一步 它說你在那邊等的話 也不會有好 就是好運氣不會來 你一定要踏出去 嗯 然後要多去一些可以遇到人的地方 喔 積極的參與這樣的會 這邊啊這邊可以遇到超多人對不對 對 等一下我們就是要搭這台巴士回到藏造老街 超可愛的 怎麼那麼美麗 Bob那如果我們到卡拉圭 除了吃吃喝喝之外 想要做一些更深度的旅遊的話 應該找誰呢 那我們這邊有EFT 就English Friendly Town 這邊有導覽能能夠幫我們做英文的導覽 讓你玩得很開心喔 哈囉 嗨 以上就是今天的穿越小江戶巡迴巴士 一日遊啦 請參與他們的一日券 因為真的有很多好康的喔 我是鮑波 我是偉恩 大家下次見 掰掰